我说你是那个搬家公司 我跟你打听啊 我这儿有把椅子 我要搬回商场去 商场在朝阳路 南边 我住曙光小区 多少钱 二百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 这人都疯了 我说 你试试 身子买这按摩椅啊 这一万八 真舒服 没花钱的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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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擦了 怎么了 你这别给擦坏了 你别再做了 我要把它退回去 退了 我告诉你 就这个身子了 这孩子是个败家子 不是 那挺好东西 你就 我们都是身枪手 每一个字代笑每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老板的山沟水游神 在秘密的森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辅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 没有穿 爸 你吓死我 小心啊 没吓发了 真的真的 这一下吓得可不轻啊 瞧你人认真那样 不是落得以为你要上春晚呢 你吓死我了 妈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不是喜欢上合唱团的哪个老头了 别死了 你就拿你妈开涮啊 爸我跟你说 我还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想啊我要真是找老伴 再合唱团找 兔子还不吃墨变草呢 你这是不是 我捣扯捣扯我这个样 怎么的 我上《非诚勿扰》不行啊 我的妈呀 您要是上《非诚勿扰》 那手术率层层层层的标 爷爷 这死呀可学坏了啊 学坏了 学会拍马屁了你 这拍马屁啊得从脚拍起 看看我给你买个鞋 不是让你买高二鞋吗 你怎么买个平底呢 这这怎么配衣服啊 这挺好看的挺羞气的 你老太太穿一高跟 你不怕崴脚啊 这算什么呀 你老了是奇人 我们家规矩多礼节多 我打小伙就特讲究 你是没看见你妈妈年轻时候 长什么样了 这是你终身的遗憾 那我是看不着 谁呀 干活的 你干什么活啊 你行啊 来了 这什么 来来来小伙的 进来进来进来 你这是需要帮忙是吧 是 就这个你给我搬出去 你能够沉的 不沉 你们两个大小伙的 一边站一个 一二三一架 就这跟掐小鸡子似的掐起来了 来来来 谢谢啊谢谢谢谢 轻着点啊 小心千万别给它碰了 慢着慢着 师哥 师哥 你让他们抬哪去啊 从哪抬来的 还抬回哪去 你知这些椅子哪儿买的 我谁呀 我这个老家桥 你以为我见天的家闲逛又呢 别的牛咱不敢吹 就这北京哪个大商场打折 哪个大商场促销 我门清 小伙子 慢 慢着啊 慢着 我这个三车车马上就来 你去不去 你二姐让你找这些酒店资料干嘛呀 可能要写什么报告吧 我也没问 二姐倒是躲清静了 那这样子只有我陪您去换鞋了 那可不闷 我本来答应我婆婆中午要回去的 那这下我只能跟她打电话撒谎说我加班了 你这个婆婆呀整个一个鸡贼 外加铁公鸡一毛不拔 我告诉你啊 你要想拿住她呀 你就得把她这俩缺点你给她绑过来 小家小户那婆婆都这样 防儿媳妇就跟那防贼似的 不过呢 我有一个事真的我想了好几天我都想不明白 你挣的钱比他们家仨人家一块还多 你干嘛要收她去呀 我婆婆是抠门但人不坏 那要真像您说的那样 她鸡贼我还一毛不拔 那我们俩不天天得打出活着脑子来 你可别领会错了我的话啊 我不是让你一毛不拔 该花钱咱们花钱 但是你得会花 你这要是不会花我告诉你 那毛拔了白拔 说的一套一套的 那都一家人能算得那么清楚吗 你不算人家跟你算 就这按摩椅我跟你说 你肯定是白花钱 还不讨好 你看着 这就是个事件 我花钱孝敬她 她还挑我理 可能吗 可能吗 你把那妈去掉 可能 还不是可能 是一定 我告诉你 我说的比写的还准 没有 没有 这 这 这怎么到了呢 这 这儿呢 大妈 你不是说的这个十字路口吗 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 你看这商场 他这商场 他这十字路口这边呢 大妈 咱不能这么蒙人的 就你给这五十三块钱 我这跑腿费都挣不出来 那必定 你说你跟这站着扯闲篇 能挣这五十三块钱吗 你这稍微活动活动 五十三块钱到手了 什么活动活动 我这一活动从东城拉到西城 你这老太 你这老太 小伙大做好事说到底 你一定不能够搁这儿吧 这商场就在这儿了 走 走再来一步 推着推着来来来 走走 大妈你真行 哎 稍累了 小伙子 稍累 稍累啊 稍累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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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哎 哎 好好好好 慢点 慢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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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做不太好了吧 你说儿媳妇买这椅子 是为了孝敬你的 你把她退了换钱 你这让人知道了 可怎么想啊 啊 那不一定 这椅子是不是给我了 她既然是给我了 我是扔了也好 我卖了也好 她管不着 你这不是找打架吗 啊 我还真不怕她 我等着跟我吵呢 就这架 我要再不开口 得让她给拌没喽 这边 走 走 是这儿是这儿 来 搁这儿吧 哎 行了 二位 谢谢啊 受累了 受累了 哎呀 我幸好有电梯 你这儿 热死 热死了 大爷大妈这是 这东西啊 我全心 全尾的 啊 给你送回来了 你仔细查一查 你这家现在要插上电脑 蹦着昏着呢 这椅子是在我们这儿买的 瞧你说的 你这意思我 恨不能隔着十万八千里 扛这么沉的东西 跑到这儿来讹你啊 我们俩都什么岁数了 加起来一百多了 不干大事 折瘦 不行 这老伴儿听 姑娘 是这么回事 你帮我们查查 看看这椅子啊 是不是在这儿买的 我 我都想把它退下 大爷 怎么着 这椅子有毛病吗 这 来 来 怎么着 姑娘 我一进你们这商店 我就觉得特别的温馨 到处都写着 商品售出 一周之内包退包换 这东西我在你这儿买的 大妈 这货可以退 你把发票给我 我给你办手出去 是这样吗 这姑娘我跟你说啊 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时候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年代啊 这个发票你这开哪儿吗 开在心坎里头 没发票我退不了 你发票干啥呢 发票我 这个问题更不知道啊 你说我们这岁数大了 大老远的 把这椅子给扛出来 发票去 发票丢了 那这椅子是您二位亲自买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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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 我买的 我买的我当时给他现金 大妈您别着急 我查一下生活记录 这椅子是我们这儿卖的 这椅子是我们这儿卖的 这就是 你说我们这么大岁数 我和你干吗呀 是跟你这儿买的吧 行了 你赶紧退我吧 还要现金啊一碗吧 行了 你赶紧退我吧 这椅子退不了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这椅子是新的 拉回去我一次都没用过 我天天我看着这椅子 在我们家 我 我 我 大妈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吧 这椅子今儿你要不过退 对了我还不走了 我告诉你 你给我找一地儿我先坐下 我跟你说 姑娘 我一身的病 我高血压 我还有糖尿病 我心脏病 我昨天大夫还跟我说 说大妈你就 大妈您别这样 这椅子退不了 不是我不给您退 是真的不能退 姑娘 这为什么呀 这椅子是特价商品 按规定不退不换的 怎么叫特价商品啊 怎么个特价商品 不是一万八吗 这是厂家给我们的福利价 比进家还便宜 五折 九千块钱 对 九千 身子就是个骗子 对了 我好像日子没见大姐了 她跟那个梁府处得怎么样 别提别提 别提她 提她我修心烦了 哎呀 你大姐呀 整个一个马尾一个穿斗 我她提不起来 我跟她说多少遍了 我说梁府人不错 你赶快把梁府拿下 你过了这村没这店 白说没反应 死于木头疙瘩 我也觉得梁府挺不错的 哎 是不是大姐看不上人家 看不上人家 她自己多大了 都快四张了吧 她还想找什么样的 我跟你说她就是个租 她心里怎么想的啊 她那个小算本我全明白 我就是不揭露她 我说 你找什么样的都行 你找谁都行 你就是不能找马六 你听明白了没有 嗯 你看看 你的傻丫头都听明白了 她听不懂 妈 你怎么又说我 跟你开玩笑 我就是说 她不懂 她太懂了 她就不这么做 哎呀 我现在拿她没办法 怎么说呢 就是张飞扔鸡毛 有劲是不是 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我也不管了 妈 那可不行 双双你肯定得管 手机啊 嗯 妈 你在哪呢 我在带团呢 您找我什么事啊 啥废话 你心里头清楚 你赶紧给我回家 妈 我正在工作呢 我还有一个小时 就下班了 我下班之后 我立马回家 我 怎么说中就是人家 您说这刘老了 是不是又吃错什么药了 这老太太呀 三天不打上方电话 嗯 甚至没按摩椅的事 哎呦 我就不信了 我花了个钱 我还落不着个好了 滚 干嘛去啊 看这老太太 到底要干嘛 哎你等等 我跟你一块去 妈 我的事您甭管 哎你等等 哎呀 我这个孩子你怎么 慢点啊 千万起千万起 哎千万起 别这鼻子得放开了 来来小伙子 慢点慢点 慢点啊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咱俩说好的啊 说三块钱 对对对 喂 你知道你爸妈干嘛去了吗 不知道啊 早上起来我上班出来了 她们没叫你回来了 没有啊 完了 她们肯定是想折腾死我 对 没错 五十 这是 这是两块 我这刚才有俩五毛来的 不行 你赶紧请假回来 不是我这正忙着呢 回不去呀 你要是愿意承担任何结果 你就崩回来了 你 沈泽 行了行了行了 大妈你也别找了 哪一块钱我也不要了 就这样吧 那都不好意思 你看这 小梅这 你找到 你搁哪儿 你搁哪儿 我就搁你们这 慢走啊 喝点水 消消气 孩子不是故意的 那不一定 我看她就是故意的 我愿意让我们跟她一块住 垫着法子给我找事 你要这么想 那不是个应自己吗 孩子也是一片好意 有话好好说 咱们别挤着白脸的 她先招的我 你是她婆婆 你吃的盐比她吃的饭都多 她就和那小豆芽在 您不是那向日葵吗 你别跟着大马虎眼行吗 我告诉你 我今天我非得给她问清楚了 你不许拦着 你 下班了 妈我回来了 沈子 来 我先去换个衣服 沈子我叫你你听见没 我听见了 我换个衣服几分钟就出来 太不像坏了 妈 你怎么了 你发那么大口干吗呀 自己做的什么事情 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吗 我做什么了 我问你这你花多少钱买的 这 这椅子 你怎么不敢说呀 你不说你花一万八吗 这椅子它确实是一万八 我 你真是不见棺材你不落泪 我今天去商场了 人家告诉我你花九千块钱买的 人家都有记录 白纸黑色 清清楚楚 你说你是不是个骗子 现在这个年轻人哪 你们跟我们那会儿真不一样 我们那个年代 那我们做事情都是实打实的 你说你们现在做点什么事 都是假招子糊弄人 糊弄来 糊弄去 你到最后你糊弄的是谁呀 沈子我问你 你说谁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傻帽呢 我都纳闷 你怎么花那么多钱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 你个边瞎话 你让我在商场当那么多人出丑 你 你得什么好吗 那我也不知道您要去商场把它给退了呀 幸亏你不知道 你要知道了我看你敢上去商场跟他们一块专供 妈 您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这引子它原价它就是一万八 他 老朱你看看 你听听 这时候了还嘴硬 沈子我问你 你是跟我说的原价一万八吗 你告诉我你花一万八买的 买的 那怪我没有跟您说清楚 我不是故意要骗您的 那不一定 我看你就是故意要骗我的 你这拿我当老糊涂了吗 你以为那么好骗吗 沈子啊 我不是说没事跟你找事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一天到晚撒谎骗人的人 这个家教啊都不怎么好 您说我就说我 跟我妈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不一定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就你那妈那么能说会道的 我看你这张小嘴也是半点不饶人 我才是笨嘴捉塞 可是这会说的不如这会听的 说来说去 你这到处去骗人 走到哪儿都不行 我没有骗人 那必定 我看你就是故意骗我 而且你想让我 还有我们家人 都在你面前拉了胯 瞧你多能 你能花一万八 给你公婆买把椅子 以后我们在你面前 谁还敢说个不字 不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想说 一山 我就知道你得拉上一山做垫背的 就算我儿子 在你面前是个妾嫂 可那话还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你走到哪儿 你也是个骗人 我儿子 这也要想分解人 我画谁 妈 怎么办 委屈拉 委屈赶紧 回家 打包包去 去跟那个跟我那四面威风 八面灵弓的亲家去说去 我刘云娥命剑 我想不起这个福 明天就把这椅子给我弄走 好了好了 走走走 咱们进屋啊 咱先进屋 去走去 行 你真行 我说你什么好 沈子 你必须跟我妈道歉 你说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你怎么能骗人呢 我告诉你 你也知道我妈这人 他就是兜子嘴 豆腐心 他是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他为了谁啊 还不都是为了我们吗 你说说 你要直接告诉他 这东西是花九千块钱买的 咱占了一个好大的便宜 你说 你说他还会 还会这么着吗 道歉 你必须道歉 正宗道歉 这一个人啊 他犯了错他不怕 他错就错在他犯了错他不知道改 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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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事你要不道歉的话 咱们没闻 这讨厌 你还好吗 放开我 不能不不不 放开我 不能不放开我 放开我 许许 小伯父妈 千做万做都是我的错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跟我妈赔个不是 好不好 凭什么呀 凭什么 你不是骗她了吗 有没有良心啊你 九千块钱不是钱啊 我给谁买的呀 你 你要觉得掐死我 你心里能舒服点的话 你就使劲掐吧 我在黑暗的地狱中 也会默默地祝福你的 你就只要欺负你媳妇 行了 媳妇 我给你赔礼 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都是我的错 好不好 你对我就只会这招啊 我妈妈 是啊 就是因为她是你妈 所以就算她做得再错 就算是她把我的好心 当驴肝废了 你还是会要我来 跟她道歉的对吧 你妈这人吧 看到钱比什么都钱 平时啊就是蚊子放屁 比谁都小 小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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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了 这九千块钱怎么着了 你现在满世界打听打听 哪个儿子会愿意花自己的钱 给公公婆婆买礼物啊 嘘嘘 到头来还落了我的不是 好了好了好了 我还错了好 没错 我还成了个大鞭子 不说我作作 我很逼 想点事 小点事 我求你了 你只要能低下头 给我妈认个错 我加倍赔偿你 怎么赔偿 你干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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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小点事 妈 妈 妈 是我不对 我跟您认得错 您消消气 其实 我就是想让您和爸想想福 可惜啊 我跟你爸 我们都没长着那个想福的脑袋 人子啊 都是一家人 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对对对 这往心里去 你先吃 吃完还上班呢 人在做天在可 你看 现在这人哪 跟咱们那会儿真是没法比 咱们那会儿可真是实打实的 现在这人哪 你把新窝子都掏给他 得到的是什么呀 满嘴的瞎话 身子也是一片好意 再说人家都道歉了 别唠叨了 吃饭 吃饭 我哪能担当得起他的道歉 其实身子啊你不用跟我道歉 你说我什么岁数人了 我这受骗上当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说你这东西 九千买得也好 一万八买得也罢 赶紧给退了 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你个圣山脑林里面你抓一只大老虎 给他皮扒下来坐把椅子 也不能这么贵 没人没事给退了 搁到这儿我看着 我心里头实在是堵得慌 爸 这椅子吧 它是从商场买的 退不了了啊 一个说不通又来一帮签呢 拿我的话当屁呢 爸 妈 我先上班去了 身子 那个我也得上班了 喝口粥吧 不喝了 身子 别往心里去啊 你妈她说衣衫呢 来 说我胡道 那个爸妈 我们走了啊 来来来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呀 这儿媳妇刚进门几天呢 我不正乎着点 就你们俩 下一块也不行啊 不欺负死你们 走 别烦我 不是 你现在知道说话了 你妈刚才说我那会儿 你怎么不坑气啊 不是 是怎么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跟我说的 我花这九千块钱我为谁啊 你妈还说我是个骗子 到底谁骗神 没谁骗神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听 你小骗神 回来了 进屋来 妈 进去啊 我还得上班去呢 我下班以后过来接她来 吃早点了吗 我这包子包子 我上班了真来不及 妈再见 好 那你先走啊 嗯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还不是按摩椅的事 一大早就开始数落我 那朱一山呢 她能怎么着啊 那不行啊 哪有老公不巷子老婆的 在家里她不跟你撑腰 那你婆婆还不见天欺负你啊 那能怎么办呢 那一山她夹在中间她也不好受啊 她不好受陪那巷子自己媳妇啊 这婆婆可真够可以的啊 这婆婆可真够可以的啊 捡了便宜还卖了乖 儿媳妇给她花钱还不落好 我早跟你说过吧 咱不惯她这毛病啊 这椅子 她想要还不给她了呢 妈 那您说怎么办呢 她有张良迹 我早就给她留了过抢蹄 你甭管了 你吃 收完饭上班去啊 下班你直接去你姐那个美甲店去 哼 这件事交给我 你妈来处理 甭管 来 请点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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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忙活 坐下 亲家 我今天啊 我就是为申子来给你赔个不是 亲家你说这话都见外 申子是我儿媳妇 就算她做了什么错事 也不能让您亲自登门啊 话是这么说 可申子是我女儿我太了解她了 这孩子啊千好万好 就一条不好 花钱不犯算计 这不行啊 您瞧您啊 身体倍儿棒 吃麻麻香 你胳膊腿都好得不得了 你说她给你买这个按摩椅干嘛呀 她就不该买 我今天早上我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在家 你老老实实给我停止返行 没让她走 这这你没让孩子上班去啊 没有 那她不得扣工资嘛 该上班还得让她上班 那不行 犯了错你就得返行 而且要停止返行 我说申子啊 你是媳妇 你凡事都得听婆婆的 人婆婆需要这东西明白 婆婆不需要你不能买 婆婆想买什么 你就给买什么 婆婆不想买什么 你就坚决不能给买 人婆婆不需要这个东西 你就是花自己的钱也不该买 我就这么说她的 你孝敬婆婆可以 你也得讲个方式方法呀 对不对 亲姐好像咱给弄拧了 申子给我买这把椅子 我没生气 我生气这孩子跟我撒谎 这椅子把九千买的 他非跟我说是一万八 这撒谎这毛病这这这不好 孩儿这颜色好看吗 下次再见 对啊 这我没事 再见啊 大姐 你怎么来了 妈让我来这儿 说一会儿一会儿去酒店 她干嘛去了 她去住一山家了按摩椅了 你婆婆不要你买的椅子 她嫌我花钱 大姐 你以前跟婆婆住了那么多年 你告诉我呗 怎么样才能讨婆婆喜欢呀 大姐 大姐 我都快被她逼疯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 哭是错的 笑是错的 连呼吸都是错的 我觉得是我太软弱了 我应该跟妈一样 跟她吵跟她闹 比她婆比她还横 千万别 你是去过日子又不是去吵架 要真那样的话 难过的是你 我现在就很难过 大姐 你那会儿 是不是也跟我现在一样 每天都想哭 我那会儿啊 还好 马六她妈跟咱妈呢 都是干姐妹 所以我们俩结婚以后呢 她妈就把我当成她的女儿 从来不挑我手 那你说我婆婆为什么对我 就像对仇人一样呢 朱玉珊她妈 因为是家庭妇女苦出身 过日子呢 就比较抠 这一点 大不了 除非你们俩搬出来 搬出来过 谁也看不见谁啊 那她说 你可不行 这有点团队 对 我今儿子 当然 那我自己的人 我说 在眼前 婚 人们 我 我生不也 我是 你 我 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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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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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 感谢观看